咦?你在看甚麼呢? 沒錯,你在看G點電視台 嗨,我是Cherry 我是女同學社的新義工 為什麼我會加入女同學社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因為想趁自己年輕力 為這個社會得出分明 對呀,感覺如何做主持 感覺嗎? 其實很新奇 因為第一件事就是 帶這麼多人出去做街坊 那些人通常見到我欠著G咪 就已經離開了 所以我的腦袋很寬 有沒有一個或者是 他特別的答案 令到你說 我真的會很記得 有 我們不是第一個女生問他 如果你老闆 因為你喜歡女生炒了你 你會有甚麼感覺呢? 然後問他質疑 我說,你在說TB嘛,對吧? 但最多的事是沒有人來我 先生,先生,先生 江不江交,江不江交 他不理我 很熱 很熱 整身汗 我發現原來在每個不同的地區 訪問不同的人 是會有分別的 工廠區這邊的人 都是一些不太熟悉 也會有些不解 或者不太明確 知道究竟這是甚麼回事 但反而我們問到 高尚住宅區那邊的人 他們會比較開放的思想 和會更加樂意地解答你的問題 其實平時我在家裡都看過 你們之前做街坊 很好笑的 這次我覺得 人們正經一點 可能問一些問題 正經一點 是有點難度的 但因為我們的主持很厲害 抓到很多人 再了解更多一些 關於一些 性侵犯法例方面 另外方面 我也參與製作 學到很多 都很開心 聽到他們 好像 不是那麼保守 其實 很開心 和大家一起工作 我們關心的性別議題 不只是說同性戀者 其實還有很多很多的議題 這些議題 不只是一群人的事 其實我們全部人都有責任 所以我們認為 這是我們公民責任 而且是人權問題 每個人都要出了婚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女同學社和我們的活動 出現 考慮